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起来轻便透气 是人受必备的夏日神迹 一直被唐朝贵族们偏爱 后来慢慢流广民间成了一种风气 我们在一些唐公剧中看到的公妃们 也都是身着如裙外批薄杀 端庄而不识无闻 但是在早期的唐朝 是没有外面这层薄杀的 女子们大多袒露着肩膀举止大胆 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 人们都美帝概念更深一层 觉得女子露着肩膀不太雅观 便象征性的在外面加了层薄杀 最后便形成独特的唐朝服饰 唐朝除了如裙 还可以女扮男装 而且是名正言顺的穿男装 出门逛街游玩 主打的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根本不像其他朝代那样 上个街还要羞羞答答的 除此之外 唐朝的美妆行业也十分盛行 女子都是个顶格的美妆博者 唐朝总体的妆容风格 分为三个阶段 初唐淡雅 盛唐艳丽 晚唐夸张 风格不同所产生的妆容也不一样 花店妆是女子常用的妆容 所使用的妆饰物也大多是花 获着以花为圆形打造的饰物 还有一种是猪类妆 这种妆容就是在眼角 涂抹珍珠粉 然后点缀上珠子 给人一种落泪成猪的感觉 但唐朝女子爱美的程度远不止于此 除了面部妆容 就连眉毛也有好几种画法 纤细的柳叶眉 浓重的阔眉 短小的鹅翅眉 唐朝的妆容虽然花样反动 但它们本质上也跟着唐朝的盛衰 女人们都画着鹅翅眉 彰显他人的自信与豪漫 然而一场安史之乱 打破了唐朝的盛世景象 随着社会的萎靡 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巨大的扭曲 变成了细长的柳叶眉 除了妆容上的多选性 唐朝女子在婚恋方面也有自主权 不仅可以合理 还可以一言不合就修复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言不合修复 男女自由恋爱 多种离婚方式任你选择 大唐的婚姻制度有多超前 让现代人都狠狠羡慕 在大唐之前 古人同样讲究门当户对家人配才子 但是随着唐朝民风开放 很多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就比如大唐的平阳公主 她经过不让须美 以女子之身披甲上阵 为大唐的江山安前马后 去世后李渊为她打破先令 让平阳公主以军礼下葬 再加上大唐的前身是龙溪贵族 在忽然血统和汉文化的交融下 就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婚恋制度 就拿李唐皇室来说 他们的婚恋观就离谱了一塌糊涂 先由李之娶了后妈武则天 不仅将她从尼古安接了出来 还强势封魅皇后 到最后还被霸占了皇后 差点就断送了李唐江山 后有唐玄宗李隆基奠基上自己的儿媳 不仅将杨玉环封魅贵妃 还给她找了一个46岁的干儿子安禄山 两人经常在宫内嬉笑打闹 甚至还发生了辣眼睛的喜三 所谓的喜三是民间流传的一种习俗 意思就是生完孩子第三天后 就要给孩子洗澡 杨玉隆基听闻这件事也感觉很有趣 当下就把安禄山照进宫中 让她和贵妃举行洗三仪式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给四十多岁的曹汉搓背擦身 如此辣眼的画面根本难以想象 但唐玄宗不但不介意爱妃和其他男人亲密接触 甚至还在一旁看得津津乐道 皇帝带头打破轮流 底下的朝臣乃至民间自然也上行下校 甚至还将自由追求真爱邪见的法律 唐玉护婚就明确写道 子女未经父母同意而确立婚姻关系 法律予以认可 这无疑就为少男少女们恋爱之路开了绿灯 但没有约束的婚姻 同样导致离婚率大大提升 因此唐朝的离婚法更有特色 大致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就是强制离婚 这个方法对于那些被强行徐配婚嫁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第二个就是仲裁离婚 相当于现在的打官司 第三个就是协议离婚 这种离婚方式十分超前 如果夫妻俩实在过不下去 丈夫只要写一份放弃书 双方就会自动解除婚姻 在敦煌莫高窟就曾出土了十几封放弃书 其中有一份的结尾 是这样写的三年一粮 便献柔衣 服怨娘子千秋万岁 离了婚后不仅还给前妻三年的生活费 最后还祝愿前妻健康一辈子 这种对离婚豁达的态度 不仅展现了文人风骨 也体现了他人对婚姻豁达的想法 这种事情放到现在 恐怕也没多少人能做到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特权也并不是只有男性才有 女人同样也可以修掉丈夫 唐朝的颜真卿就遇到这么一回事 在芸汐有一中曾记载 有一位秀才叫做杨之间 他家境贫寒却十分好学 虽然他文才不错 但妻子王氏却天天跟着他过苦日子 时间一长妻子就不满意了 丈夫有学问是好事 但不能不顾家 所以妻子一怒之下 便向杨之间讨要了一封修书宣布离婚 杨之间并不想离婚 但是他也自知对不起妻子 于是便写了一首送妻诗给了王氏 王氏拿到放妻书后 就到了虎州官府报案请求离婚 当地的刺史正是大书法家颜真卿 他接过王氏的诉状后 确定这对夫妻是真的过不下去 于是只能宣判二人离婚 这样看来 唐朝女性不仅能够自主选择婚姻 还能享受平等的权利 这在充满枷锁的封建社会 算是一种短暂的救赎法 唐人好聚好散的婚姻态度 是让人羡慕 那要是中途丧妇 编成寡妇的唐朝女子又该怎么办 鼓励改嫁介绍对象 甚至成了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 果然唐朝的寡妇也是个香波波 在其他的朝代 要是遇到丧妇的事情 女子这一辈子也算是走到头了 一辈子无依无考 还要守住自己的真戒 忽然就会被禁猪笼 但唐朝的女人在失去丈夫后 不必死守真戒 随时可以改嫁 别人阻拦都不行 因为这个权力也是被唐律允许的 如果管辖的范围有了寡妇 官员还会马不停蹄地介绍对象 因为寡妇的数量多少 是会被当作朝廷考核官员绩效的标准 所以就算成了寡妇 唐朝女人还是可以再寻真爱 相对于其他朝代 给寡妇立贞结排斧 唐朝这样做除了开放 更重要还是扩充人口增长经济 毕竟在古代人口多少 是象征国家是否强盛的标准之一 民间都这样开放 那皇家的女子岂不是更刁悍 事实上还真的是这样 女帝武则天就公然养男主 不过她毕竟是皇帝 没人敢管导业正常 但皇室的公主可一个比一个厉害 其中又以高杨公主的花边心闻 让人目瞪口呆 高杨公主是太宗李世民的女儿 虽然是女儿身 但性格却十分要强 嫁给房一案后 高杨更是没有丝毫收敛 尤其是看到唯唯诺诺的丈夫 她就十分心烦 然而在一次出行的过程中 高杨意外遇到了一个长得俊美的和尚 她一眼就喜欢上了对方 甚至强势将对方纳为男主 这个和尚的身份也不一般 她正是玄奘的大徒弟汴姬 一个是当朝公主 一个是得到高僧 两人这段感情很明显不会被世俗认可 更何况高杨还是个有夫之妇 所以当李世民知道这件事后 立马下令杀了汴姬和尚 也不再宠爱高杨 毕竟这桩皇家丑闻不是一般的丑 不过若是以为唐朝公主只会养男虫 那就大错特错了 太平公主就是个例外 她从小就极受李之侯武则天的宠爱 虽然在蜜罐子长大 但她可不是个花瓶 不知道是不是受母亲的影响 太平公主不仅先后嫁给两人丈夫 而且也有收男虫的癖好 但是她的男虫大多都是一些朝廷重臣 如果说高杨公主是为了爱情采有男虫 那太平公主就是凭借男虫发展事业 甚至成为了大唐最有希望称帝的公主 所以大唐能够出现盛世 女子一功不可没 只可惜这些都随着唐朝的灭亡而走向终结 女子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